南京慈激志工 连续十年举办岁末祝福 今年同样也有六场要进行 志工以行乐与问缘 两场演绎揭开首场序幕 我演绎的讲述是传统 我是想说我可以尽量去做到 我能做的部分 然后再去引领 四川四姐一起来加入 让我们整个南京的整个的 更加的和谐 慈激家人的岁末相聚 总是充满温馨 春累助学的孩子张竹香 本想自己怎么翻转手心 加入志工行列 我在慈激的活动中 真的学到了许多许多 学会了感恩 学会了帮助别人 变得更乐观 是慈激 让我的心灵少了更多的 让我的心灵少了黑暗 有了光明 活动中除了感恩的泪水 更多的是经验的传承 承担总招工作的杨阳 最有感 在承担总招的前期 和整个筹备过程当中 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自己也不会 然后就不断不断地去 向各位四姐们去请教 让我们这第一场的水墨术 特别圆满地进行 杨阳笑说 在此季贡献出自己很多的第一次 但也因众援成就 让自己能不断成长进步 大家新闻 这是美志工南京报道 感谢观看